欢迎继续收看我们今天的科比军事积木测评 本期是第76集 咱们今天带来一个款 由科比公司出品的希尔曼巨无霸坦克 英文的话是这个Sherman M4A3A2 Cobra King Jumbo 没错 它还有另外一个外号 就是这个Cobra King 这个眼镜王蛇 那么它之所以出名的话 就是因为当时在这个二战期间 这个Bastoni战役 那么它的话是低量冲进包围圈 替这个美国101空降师 进行解围的这么一款坦克 那么它的外号的话 是这个眼镜王蛇 那么也是这个载入史册 那么当时这个Bastoni战斗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激烈 那个德军的进攻欲望 和这个盟军死守的决心的话 几乎是一样的 在这个44年的12月20号 这个Bastoni全面被这个德军包围 而这个美国101空降师的话 也与外围部队的话 是失去了联系 那么德军的话 让这个美军投降 而美军的话 给的一个字的回复 就是这个NUTS 就是这个P 或者叫做这个疯子 好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简短的 这么一个回信 那么之后的话 是我们这辆坦克 是这个冲入包围圈替这个101空降师 进行一个解围 所以说他的话 也是这个名声大造 好 那么上面这个地方是个印刷件 写这个First in Bastoni 就是这个缘故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一款坦克 好 那么这个坦克 它的外号叫做巨无霸 是因为它上面是全面的提升 这个装甲能力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装甲的提升 在前方最后处的话 装甲达到了一个177毫米 那么当时这个德军的话 也是非常的头疼 基本上是这个打不穿 那么这个坦克的话 也是为了这个 这个谢尔曼坦克 这个一打就着的这个名声的话 是争了一口气 那么有了这款坦克 我们这个盟军的话 就可以在近距离 对这个虎视坦克 进行一个攻击了 那么它的外号的话 是这个眼睛王蛇和这个巨无霸 当时我在买这个模型之前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 比较壮硕的模型 但其实拼完之后的话 发现还是一个比较小巧的模型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测评过这款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那么就是这款Easy8 这个Easy8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大小的话 感觉要比我们这个巨无霸 还要再装那么一点点 而且的话上面是有更加丰富的细节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这个侧面的木装的细节 和这个前方 比如说车灯 这个轮胎和这个履带 各种各样的这个装甲加强细节 都要比它多一些 包括后方的话也是这样 那么另外的话 我测评过这么一款坦克 就是这个M4A型坦克 那么感觉的话 它是这三块里面最为壮瘦的一款 那么所以说的话 如果说我买这款坦克的唯一的原因和理由是什么 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印刷的板件 那么写的这个First Inbust Tony 也是一个非常还原历史里面图片 这么一个模型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纸品部分先 那么首先的话 就是这个拼装说明书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那么上面写的这个Sherman M4A3 E2 它是这个M4A3E2型坦克 Jumbo巨无霸 然后这个地方是这个玩具的图片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写的编号是2550 板件的话是这个720块 有两名人载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些数值的介绍 那比如说的话 它的服役时间是从44年到45年之间 产地是美国 它是一个进攻型坦克 重量的话是38吨 装甲最后处的话是177毫米 火炮的话是这个76毫米口径火炮 然后的话还有这个像这个老干妈机枪 和这个.30口径的M1919 前方的布朗机枪进行火力的轻泄 然后这个引擎的话是这个500匹 速度的话是35公里每小时 重量半径的话是这个1600这个公里 然后成员的话是5名成员 好那么这个板件的话 我觉得其实拼装起来还是比较的流畅的 大约的话是这个一个半小时左右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玩具本身 好首先的话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人载部分 那么上发的话是有两名人载 那么第一名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commander车长 那么它的话是以这个坐姿 坐在这个里面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它的话是戴着一个小眼镜 绿色的军装带着这么一个坦克帽 拿着这么一个望远镜 还是一个不错的印刷板件的细节的刻画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是第一个人载 那么第二名的话就在这里 那么这个的话应该是一个 类似于维修工或者是一个司机驾驶 这么一个成员 也是带着一个坦克帽 拿这把这个M3冲锋枪 那这把枪的话 这外号叫做一个黄油枪 那么是为了替代这个造假昂贵 这个汤姆森冲锋枪 还有一个小锤子在这里 好的那么这是第二个人载 好另外的话它还有一个名牌 在这里上面写了一个 Sherman M4A3 E2 Jumbo巨无霸 好我们把它放在边上 好的 这个唐科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最为引人注目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写了一个 first in Bastoni 第一个冲路 Bastoni 好然后我们往前来看 那么前方的话 这个地方是有一挺 这个M1919 这个点三连口 就布朗宁机枪 进行一个复火力的一个倾泻 那么并不能进行一个左右的移动 也不能上下一动 这是个固定的这么一个板件 好 这个地方是进行炮管锁定的 这么一个小装备 当运输的时候 可以进行一个炮管的锁定 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还原 前方的话 有这个钢灰和小箱子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这个脱钩的细节 我们往边上来看 那么在边上的话 这个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副动轮 副动轮 这个驱动轮和这个主导轮 那么履带的话 比较纤细 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平化的这个桌面上的话 如果进行一定的压制的话 还是可以有一定的这个顺滑度 还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粗糙表面的话就绝对没有问题的 好的 那么上方这个地方是一二两个小脱钩 包括后方这个三四 其实这方面的话也是一个细节的还原 因为我们这个美国的话 是远离于这个欧洲战场 那么这个四个小脱钩的话 就是这个这个启动机 将他们这个吊上船只的这么一个四个小环 做的还是不错的 边上有这个钢缆的细节 我们来看一下往后来看 好的 那么后方的话 这两个车灯是一个独特的一个板件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乱七八糟堆了一气 包括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袋 这个油桶 还有这样的一个小铁链 那么拴着两个履带在这里 这个唐克的话 有这个引擎的细节 我们可以把它的话 这样的打开来看一看 那么这是两个引擎的盖子 可以把它打开 那么里面的话 是一个拼装的板件 体现出这个唐克的这个引擎的细节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我们把它合上 好 往边上来看 那么这边的话也是空空如也 那么这个地方写着一个字的话 就是这个Cobra King 就是这个眼镜王蛇 好 那么直对题的话 它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是可以这样的一个抬起来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是一个独特的一个板件设计 好 那么上方的话 这个地方是有两个盖子 可以把它打开 那么这边是司机 这边的话是这个通讯员 和这个机枪手的控制 好 我们把它合上 那么上方的这个炮塔 可以进行一个顺程的转动 我们来看一下 就像是这样 还是比较的这个顺畅的 好的 那么后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再给它装上 待会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炮管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上扬和一个下扬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再往上来看 那么上方这个地方 是一挺老干妈机枪 是个点五零口径 进行一个向上和一个向下的一个抚养 可以防控 也可以向前方的这个士兵 进行一个火力的一个清晰 好 上方这个车掌车盖 是可以把它这样的打开的 没有问题 可以把它这样的合上 好的 那么里方的话 可以去做一名我们的车掌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灯 这个地方是一个软质的天线 这点讲的话 我觉得细节还是可以的 但其实还是不如前两个坦克的细节多 那么如果说真的是非常不错的话 就是一个印刷板件 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整个车体的话 是没有任何贴纸的 好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车掌的话 是放到里面 进行一个驾驶和指挥 那么它的话 是以这样的坐姿 是坐到里面去 就像是这样 好的 那么机枪的话 可以把它安装在这里 好的 好 我们这今天测评 那种坦克的话 是巨无霸 也叫做眼镜王蛇坦克 是希尔曼坦克里面 一个装甲提升的版本 那么也是为了馒头的话 是争了一口气 也许是德军的话 比较的头疼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可以的连续剧的 焦龙哥的话 是100系爆科比公司出品的 这个坦克飞机 以及舰图系列的测评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